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间总结 我是林子彤 一起跟大家报报 内地和保安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先在内地股市 湖深300指数中收市跌5点 中午收报3896点 上证重指中午收报2920点跌3点 深证成分指数中午收报9872点半日 升19点上来 恒指中午收市升到334点 中午收报26980点 国企指数升118点 中午收报10620点 大市半日成交486一级 这个玩者是Samuel和我们谈谈 Samuel 你好 先说大市 就着联储局未来对加息前景的预期 港股气氛似乎好一点 曾经升超过400点 上回27000楼上 但是暂时来说 升幅收窄 去到27000楼下 先说下 后市有临近年底假期 成交有没有机会 可以维持到一个比较大的水平 另外就是后市的看法 现在升到300多 400点上来 去到27000楼下这个水平 就算是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都出来 都叫做维持着26500楼下 26600楼下 都见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阻力 但是你说今次靠着联储局方面 那个讯号 相对来说是叫做中性 再加少少价派 里面也说到 未来下一年就不会加息 而且也说到 相对来说 可能经济增长 都仍然比较稳定 也说开始没有提到 你说前景方面 整个环球经济前景方面 都仍然充满挑战 或者不确定性 这些草持 过往都叫做曾经连接着 几次都有用 但是今次也叫做没有用 所以你说 变成利好 可能股票市场方面 那个投资气氛 就觉得 你说可能现在 中美的谈判 开始叫做 慢慢叫做 步入正轨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 你说15号 会不会叫做 正式加征这个关税 但是我相信 你说见到 由资金面开始看 或者你说 由大市升幅开始看 其实都已经叫大概 反映回市场现在大致 已经叫做估计 你说可能 15号方面的关税 都是有机会延迟的 所以暂时 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可以叫做 跟着查一查 但是你说去到 27000这些位置 可不可以站得稳 都仍然是叫做 比较大的疑问 始终你说可能 可能 你说15号方面 会不会是 叫做加征关税 那这样的事情 真的要密切地留意 如果你说到时 都是叫做 如期加回的话 都几大机会 有机会要补回裂口 那你说这几百点 都要叫做落回去 但是短线来说 可以 你说之前 减绑住 那现在剩下那些的话 就可以叫做 继续持有先 那你说借势 可以再叫做 查完再去 上多一阵 都不出奇 但是你说 可不可以 叫做 站得稳是27000呢 那就好视乎 你说之后的因素 比如说15号很方便 那些关税 会不会加呢 那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北角鼎盛 来的 除此之外 其他因素 似乎都是叫做 偏向股市的发展方面 比如说 美国方面 开始叫做 放一些假派的信号 出来的话 的确是叫做有条件 你说中方 你说未来 可以叫做 走回一些 比较宽松一些的政策 一来你说 看见到 过往的 新济人民币款方面 那个数字 其实已经叫做 比较突出一点点 另外一方面 可以留意 有机会市传 就是今天的中经会 应该就叫做完结了 所以你说到时 会不会 有一些政策方向出到来 或者你说 留意 接近的经济增长目标 可不可以叫做 保留 或者是会不会 靠住房地产 或者基建方面 其他方法 去加大发展 到时你说可以就着那些板块 继续炒多一阵 但是这一件事 就要留意 你说到时的消息出回来 才知道 暂时来说 如果这些位置 仍然是要持有 这些好仓的话 是可以叫做继续持有 好啊 除了说大市之外 今天比较突出的板块 就是手机設備股 当中值邱泰 升成1乘1 高位上过14元 邱泰 看回的图表 升了不少上来 现在大家也都称敬 5G的换机潮 可不可以带动这些 手机設備股 再加上邱泰 发了一个营起 但是升了这么多 还有没有一个水位再升 这些利用因素 反映了没有 暂时我觉得 其实已经大致反映得七七八八 你看到就算大行 到今次的营起当中的表现 有多惊喜 或者你说 未来的5G手机出货量 是可以叫做 看得有多好 或者它本身手机模组方面 可以得到多少需求 这些因素大致上都反映了 所以本身大行 平均目标价 大概都是13.5G左右 这些水平 所以大致上 都已经叫做到价 所以到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慢慢地减持 但是不排除 你说市场相对来说 未有一些 可能政策上的消息 可以炒的时候 是叫做炒得起 这些手机设备股 你看到过往 今个星期来说 的确是特别强势 所以可以叫做 有持货能力 可以叫做多一排 但是这些位置 以估值上来计 其实已经大概是回到 17年前 大概未有发刑警 之前的水平 平均估值 大概回到20-30倍PE 其实已经算是差不多 短时间你会见到 其实楼上去到14.9左右 这些位置 大概都是有一个小型的下跌裂口 我不排除到时 補了裂口之后 就开始估值上 已经超出了一个平均值以上 所以到时就有机会 真的要开始减出一些磅 这次看这份刑警方面 接下来可以继续估值水平 小勇 可能里面 过往 上年出到刑警的问题 这次的刑气 似乎已经解释完了 例如过往的时间 说到 摄像头毛组方面的 毛利率 或者平均售价方面 因为这些产品结构问题 或者整个工厂 未能够完全利用的因素 就会令到人工 或者折旧 固定成本 比例上升了 但是今次 你会看到 相对来说 卖1000万以上 像素以上的摄像镜头毛组 那个增长 的确是比较强劲的 今年累计11个月 都升了9成多 比起1000万以下 或者800万像素以下 那些 产品方面 增长是比较强 所以你会看到 今次的 product mix 产品组合方面 的确是有提升 所以 今次的营起 解释 为何 那个毛组 方便 比较强 而且 人工成本 那些类似的 固定成本 增比也 下降 所以令到 盈利水平 可以跟得到 2017年 再有那些水平 另外方面 你会说到 联营公司的新具科技 上年 都是叫做虚钱 但今年 开始叫做 同样 因为这些因素 就叫做 开始回去 有一个盈利 所以这些因素 就叫做 解释 可能今天升了一成多 但是 刚才说到的因素 其实大致上 现在 上到14元左右 股值 已经大致反映了 所以我建议 不是想持有太久 就尽量在这些位置 先减一减 好 大家可以参考Sami的意见 先向Sami申报 有否持有上述 没有 好 谢谢Sami 待会回到其他直播 待会再见